在山东阁州水池的时候, 才知道边境的战火没有停息, 宫中的战火倒飘起来了。 皇帝提前回了京, 把哀家和重病的皇后扔在了回京的途中。 皇后的病情, 这会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可见得皇帝把朝廷的政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帝王之气象, 先天下之忧而忧。 哀家是十分欣赏的。 听说督察院查封了李金王府, 抵护了李金王洪熙, 还有哀家的那几个侄儿子, 背了洪生洪旺, 背子洪鼠洪慎他们, 督察院还查封了何清王府。 张大人, 张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陈张廷玉回老伯爷的话, 军机处印籍大人接到慈宁宫的禀报, 贝勒洪旺洪生等人, 叶入慈宁宫。 他们是关心哀家, 去查一查慈宁宫的防火防盗的安全事宜, 这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 老伯爷说吧老伯爷让你辩解你说吧他们闯入了皇太后的佛堂, 私自偷换了装着先皇帝遗诏的木盒子这就违反了国法功归。 这不是不妥? 这么大的事儿, 皇上和老伯爷都不在宫中, 军机处印籍大人立即采取防范措施, 有不妥知出, 请皇太后招事了。 好了, 他们竟敢偷换装着先皇遗诏的木盒子, 这不是反了吗? 可是, 独察院的大人们有什么证据没有啊? 张婷玉大人。 那就请老伯爷传慈宁宫的太监李德阳上殿。 那就传吧。 传慈宁宫太监李德阳上殿。 奴才李德阳叩见老伯爷。 李德阳, 是你看见贝勒红生红旺他们, 把老佛爷挂在佛堂上方的那个小木盒子给换了。 奴才没看管好老佛爷的木盒子, 奴才失职了, 奴才甘愿受老佛爷的从众处罚。 你那么尽心尽责地看管着慈宁宫, 老佛爷怎么会从众惩罚你啊? 老老实实地说吧, 你是不是看见红旺、 洪生他们, 把挂着先皇帝遗诏的木盒子给换了? 是的, 老佛爷, 他们偷换了, 是奴才亲眼所见, 奴才胆小, 不敢得罪皇亲国气。 啊, 于是你就去了十四王爷府, 向印提大人告密了是不是? 是的, 奴才知情不报, 对不起老佛爷, 对不起朝廷了。 好一个奴才, 还知道京东报国? 好啊, 挺好的。 洪证, 你身为亲王, 是皇帝的亲弟弟, 却为违法犯禁的红咒, 红旺他们说情, 你难道不惭愧吗? 啊? 这, 儿臣, 儿臣认为, 李德阳这奴才是, 是被人收买了, 共状不实啊, 老佛爷。 老佛爷, 这是奴才亲眼所见了。 是吗? 哀家不是督察院大人, 都督察院大人在吗? 臣在, 回禀太后, 都督察院从李亲王府查获了密装先皇帝遗诏的墓盒子, 已经被打开了。 遗诏在哪儿? 不知下了, 但发现李亲王红夕没有制作完毕的一份假遗诏。 哼, 好一个李亲王红夕啊, 他胆大包天了。 老佛爷, 假的, 假的, 这全都是假的, 是有人在当陷害皇族子弟啊。 这案子还挺复杂的。 哼, 哀家不问了。 皇帝, 你是一国之主, 你看怎么办吧? 朕以为, 督察院办案不立, 那就让刑部, 宗人府, 协同督察院办理吧。 不知老佛爷以为妥当不?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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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要审呢? 皇后娘, 您看怎么办? 好吧, 皇帝这么说, 那就照办吧。 不过, 督察院大人忘记了一个最直接的证明, 那就是哀家我。 来人哪, 把挂在慈宁空佛堂上方的那个小木盒子, 盛上来吧。 爹着, 请老佛爷, 请老佛爷验证吧。 不就是这个盒子吗 好一个李德阳 你的功绩不小 此番事端都是你这个奴才挑起来的 害得皇族不和 害得堂堂督察院偏听偏气 不乱判案 害得老十四王爷妄挨了一枪 害皇帝匆匆的从江南赶回京都 害得老伯爷我昨夜一宿都没睡好 今日早朝还要来到这太和殿堕案 你是一匹汉群之马啊李德阳 来人哪 这 来人 将这奴才押出五门斩力绝 走 皇上我冤啊皇上 皇上我冤啊 将督察院苏启宫摘去红莺顶带削之为民逐出京城 谢老佛爷龙恩 张庭玉 陈在 陈在 立即释放亲王贝勒贝子他们把他们送到各自的府中去 折 和亲王府的封条摘不摘掉 就交给宗人府去神力吧 皇上 皇上 您累了 累了 还是起驾回慈宁宫去吧 嗯 是有些累了 起驾回宫吧 哎 皇帝啊 你站那儿干什么呀 上来 上来 精臣们该商量什么 还是商量什么 啊 皇儿 尊太后遗旨 侍卫总统大人 末将在 速去武门将李德阳给我接回来 喳 督察院大人苏启宫 陈在 把你的顶带给我带回去 谢万岁 用镇子拦架 速速将十四王爷阴提大人 接进乾清宫 皇上 臣来了 皇帝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皇兄 有劳太后英明胜短 有条不稳 有正有据 思思入寇 而朕暗愧群臣 似有不服之意 哥哥窃窃思语 脸上呈现出疑惑的表情 李德阳频频喊冤 苏启宫 忍怨恶怒于心 好作大清朝巍峨的前清宫 空玄了正大光明的匾额 应提大人也是当时养伤在家 没有能够听到太后的英明圣传 不认为皇上 恐日后心有不服 反而徒增枉人 回皇上 李德阳带回来了 皇上 好 很好 李德阳 正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是不是被偷换过来的木盒子 回皇上 死乃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苏启宫大人 张廷御大人 臣在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是不是被偷换过来的木盒子 回皇上 死乃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十四王爷应提 臣在 朕问你 朕手中的木盒子是不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回皇上 死乃是被偷换过的木盒子 张廷御大人 臣在 朕也认为这就是悬挂在慈宁宫佛堂装着先帝一照的木盒子 未曾偷换 但是朕不能让李德阳苏启功大人 和朕的十四王叔心有疑虑 事后不服 现在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 就请老佛爷打开这遗诏盒子 老佛爷 皇儿敬请老佛爷开启盒子 以名胜断 到回头 皇儿敬请老佛爷开启墓盒 以名胜断 你一定要黄鹅娘开启她 是 不开启她就有人不服老佛爷您 开就开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 哀家就开启她 怎么说是换呢 没换呢 皇帝 哀家打开这个盒子 取出先皇帝的遗诏 就要念给皇帝和满朝的文武们听听啊 听听 念就念呗 皇帝 皇帝 你可要想清楚啊 朕 请求太后老佛爷开启墓盒 向天下臣民宣读先皇帝遗诏 皇帝遗诏 若朕有父先皇 有父大清江山 朕今日就辞去地位 孙万ikum 朕 先皇帝遗诏 晓妃 请老佛爷 不必开和宣读遗诏 宣诏 当今皇上哪条违反了祖宗的法脸 老伯爷又迫不及待的宣读先皇的遗诏 殷提 你又冤枉了哀家是不是 这是皇帝逼着哀家请和宣诏的 不是我的本意 臣也奏请太后老伯爷不必开合宣读遗诏 皇上 皇帝 这遗殿的大臣都守护你 说明你没有违背祖宗的法脸 哀家就不及和宣诏了 将李德阳重新退出五门 斩首 不必 太后 朕 开就开吧 你啰嗦什么 此等大师要你来动手 你想当皇帝了是不是 滚 你给我滚下去 众爱卿 都平身 那你自己去这边 谢皇上龙恩 谢皇上龙恩 朕 请皇额娘还是离开乾清宫 慢 你还要干什么 哀家已经不请和宣赵了 一提 你还要干什么 徐四周 你干嘛 你干嘛 军机处首席大臣张廷玉 臣在 你上台 你是先皇帝身边的辅政大臣 你就替先皇帝宣赌遗诏 走 张大人拿起遗诏念 张大人听清楚了没有 朕让你念 你就大胆的念 皇上 这盒子里没有遗诏 下去 诸位大人 这盒子是空盒子 但是 皇太后挂盒之意 情意深长 他老人家 是让朕永远不要忘记 朕是爱心觉罗的祖孙 不要赎点忘祖 违背了祖宗的意愿和法典 让朕当一个好皇上 不负了祖宗 不负了臣民 王文明 你不要相信 这盒子 这盒子 帝宗 并且 30 准备 是 一盒子 冰 冰 但是 他 应该要是 估计 他 我替朕送太后老伯爷离开前清宫 这 太后老伯爷起驾回宫 皇儿恭送太后老伯爷 皇帝已经明白哀家的心意 哀家也该走了 皇儿 宋太后老伯爷 老伯爷请您上轿 您去找吧 哀家的宫女和太监们呢 他们都先回慈宁宫了 正在打扫庭院等您回去 请 皇儿娘 没事没事 起驾 何秦王 请留步 何秦王 皇上让你回前清宫一室 何秦王 请回 怎么 皇上要拘禁本王不成 何秦王 皇上只是想让你回前清宫一室 平时他想不起皇帝来 今天有麻烦事了就想起皇帝来了 好 好 走 快点 快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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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丛云大人 在 你这是要把哀家抬到哪去 老伯爷 还没到呢 你们抬过慈宁宫了 老伯爷 慈宁宫了 您怕是回不去了 停轿 停轿 我叫你停轿 你听见了没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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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轿 我叫你们停轿 关门 皇上 你 你求见了太后老佛爷 无故觐见太后 向内庭传说者 即为被法之人 忠难逃朕之察觉 或察出 或犯出 定行政法 皇上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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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么招 就这么招吧 和亲王殿下 朕 朕 让你盘查国库 帐物没有理清楚 你的王府 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多重奏折到了朕的手上 朕 封了你的王府 已是朕不护皇族之短 你不向宗人府交代实情 本把喘悟之言告知太后 今朕宣证 押至督察院大牢代审 你 你好没良心呢 皇兄 押し 你 皇帝 你这个昏君 你作孽 快 张廷玉 臣子 朕 本也要想严惩于你 皇上 身为军机处首席大长 行为却非光明磊落 暗中于庄友公调动水利专银 助长庄友公无视圣誉 这是前江决堤 民众受难 朝廷损失惨重 今日殿上 如果你奏请老佛爷开河宣兆 朕 有可饶你 可见你表里一致 心地照料 可是你心中明明知道 这是一个假盒子 还立足老佛爷不要开河 表面上护着是朕 骨子里就是逼朕就范 皇上 老臣是想息事宁人 皇上 朕念你是两朝老臣 平日也是勤劳政务 朕就消去你军机处首席大臣的职务 回你的故乡 你以养天年去吧 皇上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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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谢祖荣恩 去吧 皇上圣名 国内 皇上圣名 向包人 他不是一个娃娃 他多么像 雍正 他不是一只鹦鹉 他是 他是一只鹦 要不要不红 你 小崇尔 紫芋 你 陈印提供 叔 你把这儿当成前清宫了 来 给朕加付碗筷 今晚宫里要和皇叔一醉方休 皇上请 皇叔请 好酒 来 这儿给皇叔满上 我已经喝过三杯了 皇叔 你是海量 王爷 您看 告诉书房说皇上到了 多弄些烤菜 赶快送上来 喳 师四叔 今天如果不是您及时赶到 皇帝恐怕已是深入冷宫了 那是皇上的命大福大 任何人僭越不得 不 不 如果说福大命大 也是书您给的 这杯酒只要尽书了 好 书也干了 是 这银行的 好 来 来 来 去菜 书 您怎么还这么简朴 在景零八年习惯了 习惯了 习 今儿个 您也能懂 是不是 等花 怎么讲 习以为那个小木盒子未曾调换过 朕当时也曾怀疑洪生他们 是否真的调换过 可这一想就算调换过 就算他真的是慈宁宫佛堂里的那个小盒子 但他里面不可能有先帝的遗诏 因为先帝驾崩的时候 是没有时间书写废除弘历的遗诏 是吗 您说 皇上 你好聪明啊 说 可侄儿一直在打鼓 冒了一身冷汗 是吗 皇上 说 我这也是懵懵懂懂 糊里糊涂的办了一件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事 可是事后一想起来 这心里还后爬呢 来 满上 给皇上满上 小慧将军 小慧将军 娘娘不行了 不行了 快来啊 Royal flags 牛了 娘娘怎么了 跟皇上刀煮得聪明呢 的皇子 恐怕是保不住了 何 皇上, 赵辉对不住你 皇上 皇上 何必要 把皇太后 大入宫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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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不仁不义的君主 竟然对自己的母后也下手 也下得了所惩罚 说 皇上 这心系江山力挽黄澜 才是大仁大义 是不是 是不是 却轻轻了难地躺在这 睡在这洋人租界的地方 而她的丈夫 一个做了皇上的丈夫 却远在别的地方 却远在别的地方 有点像李后主 有点像李后主 他有这么多的女人喜欢 皇叔 你说 你说 皇上 皇上 你喝多了 你喝多了 没有 没有 喝 皇上 再喝 说 再喝 你喝 这点点点你一定要跟我说 喝 你干 你喝 我 你喝 我 我 你喝 娘娘 娘娘 你快醒醒啊 娘娘 来人啊 快来人啊 快看看皇后娘娘 快点 娘娘 皇后娘娘 娘娘 她没事吧 皇后娘娘 娘娘 娘娘 娘娘娘 你挺起来娘娘 娘娘 娘娘 没事 好短短的 我又做噩梦了 姑娘 你怎么 不跟太后老佛爷 一起走呢 娘娘 我正想陪你 陪着你一起回京去 那 多谢了 娘娘 你呢 赵将军 您接触得安成了 赵将军 娘娘的这条命 皇上交给了我们 你们是太医令 这命该你们去救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般愁眉不展的样子 开放抓药 无论如何 都要让我娘娘活着回京都 赵将军 别说了 明日就启程回京 如果皇上不能见到皇后最后一面 你们也就别想活了 可是这药方背之门不敢再开了 少一点怕不作孝 多一点怕耽误事赵将军 我和参议官刚才商量 一见不合就不知道如何开药方了 是啊 我知道 知道你们现在想的 不是保住皇后娘娘的精致玉业之体 你们想的 是你们自己的头颅保得住保不住 这还能开放抓药吗 来人呢 是 是 把胡义官给我严下去 是 赵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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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赵将军 赵将军 娘娘未在旦夕 你们还在喂下药的事争论不休 你们这还能救人吗 现在本将军命令你立即救治娘娘 是死是活 你的性命和娘娘的性命连在一块了 这辈子遵命 皇上 十四叔家的酒 好 皇上您喝多了 皇上 皇上 皇上这个是 去 我认识路 那边是玉树房 皇上 鞭架 快 我的鞭架呢 来了 来了 娘娘 娘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皇上在嫉妒 皇上 皇上在京都等着你回去呢 皇上在京都等着你回去呢 姑娘 我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你 我 我 你坚持 坤 你坚持 我 我带了 我就 我就把自己的一切都想好尽 娘娘 娘娘 我求求你 你千万别这么想好吗 我求求你了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娘娘 我对不起皇上 我把他的皇子弄没了 皇上 该有多伤心 娘娘 你别这样 不会的 不 不会的 皇上他不会的 娘娘 你们 你们还会有皇子的 你 你 你 有多善良啊 多善良的行啊 娘娘 娘娘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祈求上天 让所有 所有的幸福 都跟随着姑娘你 我跟随着 好像已经答应我的亲情 姑娘 娘娘 我已经 和太后老佛爷说过了 姑娘 皇上 皇上的心中 其实是挨着你的 娘娘 你别急 还记得吗 那个晚上 你裹着背袋 逃到太子宫里来的时候 记得皇上 皇上也来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你们是相识的 皇上 皇上是爱着你的 姑娘 不不 不不娘娘 皇上是爱着您的 是爱您的 娘娘 你是汉家的姑娘 老佛爷 已经答应我了 娘娘 破个力 让你进宫去 求你了 把我照顾好皇上 照顾好佛爷 我求求你 不要说这种话了 你千万不要再这么想了好吗 这是皇上 这是皇上的福 这是皇上的福 是太后老佛爷的福 是太后老佛爷的福 你千万不要再相识 我陪着你 我陪着你一起回京都去 你自己好了 总可以照顾太后老佛爷和皇上了 娘娘 娘娘你别这样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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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那我就 我就没什么 牵管了 这会儿 这会儿 这儿是十四王爷府 皇上你小心 朕不去书房 朕要灵性 阿朗阿春夏季 他住哪儿 他住哪儿 在那儿 在那儿 在那边 那边 阿朕 皇上 慢点 我开门 阿朗阿春 放心 都把头给我低下 娘娘 药间好了 我 好 我 我 你 好 我 你 谢谢你 皇后娘娘,您还是喝药吧 娘娘,您喝药吧 备职主任,您明日就康复 娘娘,您喝药吧 小早,赵将军有在吗 赵将军和本地的官员都在外面候着呢 好,你让他们都进来吧 皇后娘娘宣旨,让大家伙都进去 走 赵将军,我现在还是大清朝的皇后吗 娘娘 我这儿有一道口语 请你帮我转告给护送我的各位官员们 也请你日后 日后转告给皇上 倘若 我又个三长两端 朝廷的各部官署 我得以任何借口 怪罪于太医力 怪罪于赵会将军 怪罪于各位官员们 也不能怪罪于昆明宫的太监 公寅们 优父 快给娘娘端药 娘娘 喝药吧 我自己来吧 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爱 我得到了 她就失去了 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一份福 我得到了 她就失去了 是不是这世界上只允许留下一个既美丽又善良的女人 我活下来 她必定要离去了 好了 你们都回去歇了吧 绝我 绝君姑娘 你也回去歇息吧 不 我要陪着娘娘你 没事的 今晚我不会有事的 小早 你也歇了吧 姑娘 你回去休息吧 让娘娘好好地休息一下 明天见了 姑娘 今晚的风射 多好地一个好地 皇上 阿拉尔春 皇上 这 又来了 皇上 请皇上给小女子一个名分 阿拉尔春 宫里那些规矩 我们不要了 朕封阿拉尔春为 兰贵妃娘 谢皇上隆恩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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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不得了了 皇上封阿拉尔春小姐为兰贵妃娘娘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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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死在孤山行宫了 王爷 就逃出你们两个 只逃出我们两个 王爷 很好 王爷会很好地奖赏你们两个 竟敢行走王上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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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请不吝点赞 赵将军请留步 怎么了 皇上正在纳妃取亲呢 您这身衣服 什么 你说什么 赵将军 皇上正在纳妃取亲呢 将军还是脱了这身衣服吧 皇上取的是老十四王爷的表侄女阿拉尔芬为贵妃娘样的 那是大清门 按照大清走上的法制 只有太子妃和皇后娘娘的凤年才能通过大清门的 赶快去 不能让他们进大清门 赵将军 你不让英勤的仪仗进大清门 这是皇上的一颗 王爷 我是皇上的贴身侍卫 我可是按皇族的法度办事 今天是皇道集日 赵将军 请你不要缴了皇上的启示 弄得彼此都不高兴 皇上 皇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您怎么还不嫌红盖头啊?我都饿了 朕不忍心看你 真的 看吧,看吧,都三斤了 朕,就掀开你的红盖头 朕不忍心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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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上岛 上岛 娘娘 皇上呢 皇上到哪去了 刚才有个大人来找皇上 皇上跟他走了 娘娘都饿死了 你们帮娘娘去找点东西吃 进了皇宫还饿肚子呢 还不会在十字王爷府好呢 这儿有点真不激励 没看见刚才的人穿一身笑服来见皇上吗 皇上不砍了他 没有啊 是吗 刚才是有人穿笑服来见皇上 嗯 说不准是皇后和娘娘的 皇后娘娘她死了 那娘娘就可以做皇后了呢 现在可不许乱说 知道吗 哎 你 找回错怪皇上了 哎 是不是 皇后病逝 密不法僧 推还数学 再做记忆呢 不是皇上 山东巡府已经禀报军之处和礼部了 那 你要立即联络朝中年轻的将领 找 傅恒 策楞 阿里滑 阿里滑 和爱丽达 叫他们遏制住京教的四路兵马 保护京东 只要三天 只要三天就行了 请皇上放心 朝中年轻的将军和官吏 对张廷宇和老十四王爷早有为辞了 好 这很好 朕将亲自处理皇后的丧权 这也好 可以蒙蔽他们的警觉 明天 那这也好 但是希望会不得了 不许故障 那你会有信任 公知道 不要解释 那你会有信任 你一向 感谢观看